三十九個建制派議員很快地 效率非常高 聯署指責較大的 梁博的標語 恭賀蔡陽年喪指 重點不是那件事 重點是把大學裏面的港獨標語一併譴責 追究 措辭是非常強硬的 這個聯合聲明 三十九個建制派議員說 非常整齊 很快很有效率做了這件事 有人質疑為何這麼有效率 是否一早就知道 所以這個教大又好講 中大的港獨 教大那些梁博的標語 是不是有鬼碟出來 最近這幾天很多在網上 討論 還用那些 什麼時候登出標語 什麼時候 人操入校園 示威抗議 新界社團聯會 然後什麼時候建制派 發聲明 做一個對比 覺得事有QK 有機會可以再詳細 講一下這些時間事序 39個議員大家覺得 非常齊心 很團結 但事後有一個叫謝偉俊西環契仔 接受這個訪問的時候 其實我不是很想簽的 因為我不覺得這件事要弄得那麼大 這個名字我放了下去 當時我看 黑勤演唱會 李克勤 收到另一個黑勤叫陳克勤 建制派的副班長 亦的一個WhatsApp之旅 或者SMS 我不知道 問我簽不簽 我看了之後 我就寫了一個英文 叫 our pass 陳克勤 不知道為什麼 以為 our pass 的意思就是通過 通過 pass 我同意簽了 於是把我的名字放進去 你不願意 為什麼不讓我的名字拿出來 簽了就簽了 不要搞那麼多事 OK 這個就是 謝偉俊的回應 陳克勤就說 唉 在Facebook那裏回應 我躺著又中槍 經一事就掌一致 建制派就應該團結一致 這樣 他沒有說這件事的內容 就覺得自己好像被鬱 在這裡也挺好笑的 如果 如果謝偉俊說 I'll pass 黑勤仔 陳克勤仔以為通過的話 所以很多網民說 他真的 算這個 坐牌後 很多年了 英文也沒有進步 因為這是一個很普通的英語 你打個拼牌 打個拼牌 大概你也會明白 大一個意思就是說 譬如我叫牌 我不叫牌 或者我放棄 我放棄這一節 我不出牌 我放棄這個權利 我不做了 我不玩了 或者在這個 moment 在這個環節裏面 我不做 我不 take action I'll pass 黑勤仔可能以為 這句說話 我同意 我不知道 英文不好 後來 今晚一個傳媒就說 不是 其實黑勤仔 怎麼會不懂這個字 是吧 很清楚 陳克勤清楚 偉俊是 不希望聯署的意思 I'll pass 陳克勤沒有誤解這個意思 於是 向上層反映 後來 有來自更高層的訊息說 所有建制派議員都願意聯署 黑勤自然加上偉俊的名字 下去 下去 以上就是東風日報 今天的報導 然後 大公報 中聯辦 是大公報的老闆 報導周浩鼎 在 Soso Media Facebook力撐黑勤 頒獎 不容易做 怎麼產生誤會 細節我沒有興趣知道 無關重要 最重要的是 如果輿論一面倒張責任 向陳克勤身上推 是否有欠公道呢 周浩鼎就說 做班長 義務為大家 肩負起聯繫責任的工作 如果有私豪出問題 全部入他 平行做得再好 就沒有半點讚賞 做班長也聯想在曾鈺成的一句說話 建制派真是有欲無榮 難度我們社會就是鼓勵別人 不要擔當 不做不錯嘛 周浩鼎 最典型最有擔當的 是吧 做很多事不過幾乎每次都錯了 人家梁振英 叫他 改 UGL專責委員會 他做副知役的 職權範圍 怕他改得不好 替他改 給他一個檔案 他異話不說把整個檔案交給 又好像是謝偉俊 OK 專責委員會主席 誰知道那個檔案 有梁振英改過的痕跡 這個檔案傳出去給其他委員 大家都嚇了一跳 原來來是CEoffer的 梁振英幫你改捲 你不是吧周浩鼎 周浩鼎說難度鼓勵不做不錯嗎 如果是你的水平真的不做不錯 因為你做了都幾乎錯 我們說回陳一勤這件事很有趣 如果傳媒的報導是對的 他向上 匯報的時候 反映的時候 陳一勤 上層就告訴他 來自更高層的信息 所有建制派都願意簽 於是自然加上謝偉俊的名字 所有建制派都願意簽 不過謝偉俊自己不知道 或者不承認 又或者拿出來說自己不願意 或者自己不想 究竟他願意不願意 他想還是不想 他知道還是不知道 為什麼 謝偉俊的意願本來是A 突然間有個高層叫他 就變成B 本來是不願意的 或者是有保留的 就變成很願意簽 沒有保留就簽下去 或者有保留也簽下去 原因是什麼呢 高層是誰來的 是來自哪裡的 這些種種蛛絲馬跡就顯示到 高層 當然是來自 西環 就是謝偉俊的乾爺 可能謝偉俊最後都被迫 為什麼他不收回呢 他說你不願意被迫 被迫 要簽下去 就是說 整件事我們有看到 由那個梁博標語一開始出現 很快就有人 好像當日 當日的中午 就已經有人 拉大隊 大部分都是新界人 拉大隊進去示威 然後 這個建制派 也很快就簽了 簽名 然後 就跟著校長 很多校長 聯署民絕 是有 以千計 然後有幾百個是中小學的校長 你想想 香港有幾多家學校 有幾百個中小學校長一起 一起 你見到 這些事情 這些集體行動 很快就會出現 有些深水晶的 朋友就說 時間為什麼 那麼緊迫都可以做得到 背後 有沒有人 去 導演的或者指揮的 當然我沒有任何證據 不過 39個建制派議員 第一時間簽了名 然後出現謝偉俊陳克勤的風波 顯而異見 所謂的高層 必然是西環無異 OK 林鄭 我經常說 香港起碼有兩到三個司令部 一個是林鄭自己 如果她還是司令部 不是閉腳司令部 另一個當然是西環無異 西環也是聯同 梁振英一起 發揮她的影響力 我覺得林鄭 這個競選的時候 上任初期的時候 經常被人問她 跟西環的關係 西環的角色是什麼 她斬釘切斷地說 我們香港自己的政策自己處理 不需要犯西環 OK 我不知道聯署 去軟責這些東西 要迫迫大學校長做事 甚至是要指揮特區政府 介入 算不算是香港的政策 但是西環在後面做幕後策劃 林鄭 其實 你想擺脫西環 真的這麼容易嗎 OK 一個幽靈 這個西環的幽靈 早已經在香港的上空徘徊 徘徊了很久 楊振英的年代已經有了 你想擺脫她 7月14日 過了她都不會回到 如果大家想對我作出實質的支持 就有一個方法 進來這個網址 是我的網址 你就會見到一個月定計劃的按鈕 當然你要有PayPal 也可以用PayPal 一次過支持我 OK 還有呢 如果你說要入 去我的戶口那裏 你的戶口號碼的話 你可以用Facebook來PM我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把劃戰支票寫在我的名字 寄到以下這個地址 中英文都可以 在這裏我很衷心地感激 多謝大家 對我的支持 請繼續收看 心直口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